当年乾隆下江南,看到运河上传来传往,人声鼎沸,非常感叹,来来往往这么多船,他们在干什么? 乾隆段管事河山马上说,皇上,依奴才之见,穿梭不息的河流中只有两艘船,何为两艘船? 一艘船是名,还有一艘船是利,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名利,功名放不下,利益舍不掉,才会造成我们越来越痛苦 有了钱放不下钱,有了爱情对感情放不下,有了事业对事业放不下,名利在人的心上会产生一种压力 功名利路是绑住每个人心灵的枷锁,是导致人生困难的源泉,要学会放下,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,未来还没有得到要把握好今天要求的解脱 如果执着于无尽的追求中,会饱受人间苦难永不超脱,功名利路是绑住每个人心灵的枷锁,是导致人生困难的源泉,要学会放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